截止到2022年上半年 中国铁路集团的负债已经累计达到了6万亿元 除了金户县以外 其他的线路基本上每年都在亏钱 即便是金户县在去年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也面临着亏损的窘境 明明是国家的垄断巨头 依托14亿人的巨大市场 一张高铁票价就卖800元 为何中国铁路依然负债累累 根据2022年8月的报道 国铁集团预计在2030年之前 在中西部地区再建设1000公里的铁路 也就是说 我们还要继续把亏钱的生意做下去 而且有可能越亏越多 这时候很多人可能就不明白了 明明都亏损这么严重了 为什么还要坚持扩大高铁的规模呢 其实吧 关于这个问题 咱们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进行理解 首先就是个人层面 就目前来看 中国人的私家车占有率只有20% 也就是5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有车 相比于美国80%的私家车占有率 我国这方面的数据还有待提高 当汽车拥有量不足的时候 公共交通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根据数据统计 我国每年的铁路运输量高达26亿人次 而美国仅有一亿人次 正是考虑到中国每年有这么多人 需要依靠铁路出行 所以铁路不仅不能关闭 还要继续扩建 因为这26亿的数据 仅仅只是铁路运输量的天花板 不是中国人铁路出行需求的天花板 只要铁路继续扩建 依赖铁路出行的中国人还会更多 第二就是社会层面 如今的铁路建设不仅仅局限于运输领域 它还涉及到大大小小几十万家企业 这些企业包括冶金 化工 电子 编程 餐饮等多项领域 整个上下游覆盖面极其广泛 根据专家的推测 每投资1亿元修建铁路 将会创造1.8亿元的收益 所以说虽然国铁集团一直在亏本 但其他企业都赚钱了呀 到时候其他企业再反过来 用资金和技术反补铁路 经济就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第三就是国家层面 印度和我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甚至屡屡派兵在中印边境挑衅 对于印度这块牛皮险 我军是敢也赶不走 骂也骂不回 为什么印度军方这么无所畏惧呢 原因就是当时我军在西藏的战略投送能力太弱 在2006年以前 我军要想将大兵团投放在中印边境 只能依靠直升机 但直升机的运载量极其有限 每次只能运送一个连队 而印度刚好就在喜马拉雅山下 所以他们来中印边境 简直就像走亲戚一样自在 直到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以后 这种局面才发生了改变 正是因为以上三个因素的影响 所以国铁集团在明知道负债的情况下 依旧要把铁路修得虎虎生微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民的日常出行 保证社会经济的运转 保证国家的国防安全 我国每年有26亿次乘车需求 为什么还会负债6万亿元 中国铁路赚的钱都去哪了 要知道 中国如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那可都是铁道部部长 一个省一个省跑出来的 当年我国没有铁路网的时候 许多省份的资源和人员运输 都以公路为主 这不利于经济发展 然而那个时候各地政府又比较缺钱 修铁路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铁道部部长只能拉上平安保险 中国海洋石油等企业 来给国铁集团注资 在获得出使资金后 铁道部部长又开始去往各个省份 说服地方政府再出资1.6万亿 把中国铁路网给建起来 与此同时 国铁集团还发放了各种票据和债券 到金融市场去融资 通过这一套组合权 我国的铁路网才得以迅速完善起来 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然而这样的代价 就是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开始吃紧 最夸张的时候 一些地方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但是要想铁路收回成本 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因为铁路基建的前期投入实在是太大了 就算把马云 马化腾 马斯克等加起来 都没法填补国铁集团的债务窟窿 除了负债累累以外 国铁集团的盈利能力也令人堪忧 很多人说 国铁集团每年都在做亏本买卖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拿高铁来讲 高铁每跑一小时需要消耗的电量是9600度 换算成电费就是9600块 但是目前高铁的平均票价才0.4元每公里 有时候还不能满座 所以光是那点车票钱 往往只够补齐高铁的电费 除了电费以外 在高铁系统的整个运营期间 需要给大量的工作人员发工资 需要维护和检修 运营成本非常高 所以别看高铁的票价那么贵 其实它根本就没赚钱 和国外的高铁票价对比来看 我国的高铁经营简直就是在做慈善 像日本的新干线 每公里的票价折合人民币1.4元 英国的火车票更是贵到离谱 每公里2.8元人民币 是我国的七倍 正因如此 国铁集团才会在经营过程中连年亏损 毕竟票价这么低 开销却这么大 不亏才怪呢 中国铁路连年亏损 累计负债达到6万亿 高铁的票价却只有英国的七分之一 国铁集团能不能提高票价 来挽回铁路的亏损 其实吧 如果国铁集团稍微提高一下票价 哪怕每公里涨价两毛钱 按照中国的铁路网规模来说 扭亏为盈也是分分钟的事 但国铁集团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原因很简单 要照顾基层 大家不要看现在网络上 人均年收入几百万上下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中国还有很多人处于中低收入水平 这些人恰恰又是铁路的主要客户 毕竟有钱人都开小汽车 或者坐飞机出行了 所以说为了照顾这些主力军 国铁集团才会故意把价格压得很低 这样就能保障老百姓的日常出行了 而且低廉的票价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满足更多人的出行需求 从而扩大了中国铁路的市场规模 以至于达到了每年26亿次出行的超高消费量 而一旦火车票价提高 必然会导致市场需求减少 到时候不仅无法扭转铁路亏损的局面 还会打击西部人群外出打工的积极性 打击人们旅游的积极性 抑制社会的经济流动 再举个浅显的例子 四川大梁山大家都知道吧 那离山巒跌仗与世隔绝 当地经济发展极其落后 但即便是这样 国铁集团依旧把铁路修到了大梁山 以方便山区的人们出行 如果国铁只是为了赚钱的话 那大梁山的铁路一百年都修不出来 所以说 关于国铁集团能不能实现盈利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票价问题 而是关乎到国际名声和社会公平的宏观问题 当把这些问题弄明白了 自然就能懂得国铁集团负债六万亿 却依旧越做越大的原因了 总的来说 铁路对我国的重要性有三点 促进人员流通 带动社会经济发展 巩固国防建设 至于为什么负债累累 主要在于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但即便是这样 国铁集团依旧能按照既有路线走下去 不仅没有倒闭 反而越做越强 服务越来越好 毕竟这不仅仅是一家国营企业 它更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向标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